11月22号,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第六轮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,后组队黑龙江终究电缆,用钢0比3不敌山西大吐和力攻队,黑龙江对目前赛季六战权外排名垫底。 黑龙江对为何会表现如此之差?两个原因,一来是本赛季送了球队上赛季的核心王满玉,如今王满玉在山东鲁能以实战全胜风光无险,连续战胜了刘诗文、朱宇令、丁宁等顶级球员。 第二个原因就是新赛季引进的顶气,王满玉的世界冠军冯天威发挥不佳,至今单打出战九次全部失利,完全没有了世界冠军和世界排名前十球员的风采。 还有,重要的原因就是黑龙江对两大主力球员,冯天威和袁雪娇,不仅在打拼超联赛,还要打日本的P联赛。 请令和经历有一定问题,这一轮拼超联赛黑龙江队之所以比起本球队退迟一天,就是因为球队主力刚刚打完联赛回来,需要一定的休整时间,冯天威也是黑龙江人,这次代表家乡作战也算是荣归故隶。 可惜拼超联赛不是国际拼连巡回赛,冯天威在拼超联赛,彻底没有了世界冠军的风采,不论是面对国平主力,还是年轻球员都打不出像样的发挥。 倒是在日本P联赛冯天威发挥不错,这一轮的P联赛冯天威单打双打都取得了胜利,只是回到中国却再次单打双打同时输球。 如今的王曼玉已是战全胜的个人战绩,但是新东亚山东鲁能以六战全胜排名第一,再看看黑龙江,对的决定,不得不说转会走王曼玉,引进冯天威这步骑走得有点太臭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